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 上班族的内心究竟有哪些压力来源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释放压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老板交办不合理的工作 明明就不是我执掌分内的事 但是担心影响烤鸡 也只能咬牙完成 下班后同事约聚餐 色恐的我真的不知道饭桌上要跟他们聊什么 但是很怕被说不合群 还是去参加了 同事们天天向上 下班后还去上英文课 而我只想赶快回家躺在床上刷具 是不是太不知进取了 职场中的压力来源非常多元 人际互动 环境适应 工作方式 都有牵动我们失去跟情绪的地方 忽略的想法越多 心就越累 想要避免身心透支 需要的不是更努力 而是清理掉这些无意义的思绪和行动 跨出界限 放掉不用想的事 把能量专注在自己真正在意的重点上 台湾在去年2022年 新增了一条劳工健康保护规则 当公司人数达到50个人 或者是工作环境特别危害健康 像是高温高热噪音之类的环境 就必须要有特约的医护人员 定期到工作场所中进行健康服务 来协助员工用更安全 更适当的方式工作 避免职场中或工作中的健康危害 类似的法规在日本已经行之有年 这次要跟大家一起读上班时别演太多内心戏 这本书的作者锦上智介 就是日本职业医学科的医师 他同时也是精神科的医师 人在职场职业的他 每个月都要访识大约40家公司 他累积长期的辅导经验 提出了一套实用的职场身心净空素 效效加出神经的乐火哲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 透过专业医师的视角跟建议 来重新调整生活节奏 乐在工作吧 在职场的人际关系处理上 有哪些事是不用想太多也是可以的呢 作者锦上智介认为 上班族们觉得工作好累哦 是因为想法太多 太耗能量了 总是顾虑东顾虑西 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样活得自在 情绪劳动负担小 说到职场的人际互动 我想大家应该会特别关心 面对主管不合理的态度跟要求的时候 什么事可以不用想 可以试着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呢 毕竟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 想要混得风生水起 传谋商议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啊 可是作者却说不用想也可以 到底是哪些事不用想 我们先请Arene来跟我们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无欲过爱碎念 爱属弱人的主管或同事 他们会说出 这已经是你第四次出错了 身边有这种讨论宴的主管同事 真的是很辛苦 作者提到这时候 我们不用急着想 是我自己不好吧 都是自己的错 作者觉得那些爱属弱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缺乏同理心的人 他们说话带着攻击性 也经常得理不劳人 甚至还会去计算别人犯了几次错 真的很让人伤脑筋 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 刚开始会觉得是对方有毛病 但长期被这样言语攻击 或是贬低指责 到后来会开始怀疑起自己 真的是我有问题吗 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 作者教我们 这时候就要远离对方的攻击范围 拉开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 保持物理上的距离 就是尽量不去靠近对方 只要离得远 对方就攻击不到自己身上 保持心理距离 就是对方说什么都冷漠对应 不加以理会 简单来说就是冷处理 取历来说 爱属弱人的主管说 你到底要犯几次错才甘心啊 算我求你了 这时候我们只要说不好意思 语气平淡的回应 迅速离去就好 再来 不知道大家有无经验 每次想到要面对讨厌的人或事情 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 就会投皮一发麻 作者提到这时候 我们不用想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作者建议的处理方式是 直接信定思考 为自己设定一个可以忍耐的极限 这样就可以消除 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的恐惧 一般人只想着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很少会去思考 往后我还能撑多久 作者提到 判断往后还能撑多久 是很重要的事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只要确定了终点 就会有前进和坚持撑下去的动力 那有人会说如果遇到无法设定期限的事情呢 客服工作或是服务业就很常遇到奥凯 我们很难去设定期限 这时候作者就建议积极向外求援吧 最好在第一时间就告知公司先确保自己的退路 另外无论公司会不会介入处理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和所有的人一起抱怨讨厌的奥凯 这抒压的效果非常好优 千万不要独自承受负面的情绪 在职场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 不合理的工作要求 作者提到这时候 我们不用想进绝了 就会被认为没有能力 如果我们先答应了之后 才说自己办不到 处境就会变得很艰难 作者推荐的方式 就是假装说yes 其实是no 举例来说 主观问说 后天把要给A公司的企划案准备好哦 我回答 后天吗 但我目前正在做B公司的企划案 实在忙不过来 主管说 不行吗 这时候我就回答 不是的 等我完成了B公司的企划案 由于主导权 由于主导权还握在主管的手上 保住了他作为主管的尊严 就不会破坏 就不会破坏他对你的印象 而且你也确实拒绝了要求 有时候觉得这种事再想下去 再烦恼下去 也没有用 但是大脑就是忍不住一直想 在职场中 作者认为 有些事 与同事共事的情况 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想的 有句话说 不怕遇到神一样的对手 最怕遇到猪一样的队友 跟合不来的队友一起共事 那真的是会让人糟心到不行 但是不想事情也不会解决啊 怎么做比较好呢 我们赶紧 请Monica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 首先要自我重视 不要让自己被他人贬逼 面对职场上不公平的情况 想想自己 为什么会因为这些不公平 就要去嫉妒别人呢 用此机会来了解一下 自己的内心世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简单的方式是 专注于自己的努力 不要理会其他人的看法 其次是 当遭遇同事 对我们进行言语攻击的时候 请记得 立刻直接离开现场 不用做任何解释 一定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陷入口水战 如果怕被别人讨厌 而去讨好别人 反而容易让对方更加讨厌我们 远离讨厌的同事 是最好的策略 让彼此的交集降到零 就可以保持一种清爽的工作环境 如果是遇到职场霸凌 千万不要离职 永远要摆住一份 随便你 我毫不在乎你的意见的这种心态 被霸凌的时候要冷处理 可以重复对方的话 而且录音存证 辅助于公司的职场医生 是一个好方法 作者也告诉我们 遇到爱说谎的同事时候 我们要保留文字记录 或者是在他说谎的时候 直接对他追问到底 明确地告知对方最后期限 而且期限一到 我们就不会再等他 因为不守时 也是一种爱说谎的表现 再来 要区隔他人的事情 跟自己的事情 不要假设别人的倒霉事 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心理屏障很重要 遇到同事做出白目的行为时 直接对他表达情绪 例如 你刚刚那个样子 实在是让我很受伤 或者是很困扰 不用对他客气 最后 如果遇到同事说话 喜欢带刺 带刀带剑的那一种 最好是直接忽视他们 永远地离开这种人 是最好的方式 以上就是作者给我们的建议 公司中 多少都会有一群同事 工作能力还不错 但是就是很爱八卦 管闲事 搞小团体 虽然不至于造成 工作上的困扰 但有时候就是会觉得 很浪费时间 也很怕自己不注意 就变成了被八卦的话题中心 面对这些烦人的事情 请永远跟我们分享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要怎么去做转念呢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看到别人笑 自己也会跟着笑 听到悲伤的消息 心里也会跟着难过 这种现象叫做情绪感染 就是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可以像阴差一样 传定给其他的人 受太多同事们的负面情绪 也会消耗自己的能量 为了防范未然 作者建议大家要有意识地 建立好自己的屏障 也就是拉出界限 为了不让同事们将各种情绪 抛到自己的身上 需要拉出一条 我是我的界限 听到老式状况外的白木咖 我们难免都会烦躁 火会不自觉地冒上来 这是很自然的情绪 作者说 我们不用想着白脸色不太好 他建议的处理方式 就是用我 当成主语来跟白木咖互动 举例来说 白木咖反映了一件事情 我说 你这样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拜托你也看一下状况吧 这时候的主语就是你 我们应该要说 你刚刚那样说 让我觉得非常受伤 这时候的主语就是我 作者建议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白木咖互动 另外对于爱管闲事的同事 他们虽然往往没有恶意 甚至是出于关心才这样子做 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 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行为其实很讨人厌 作者说 我们这时候不用想不好意思拒绝 应付爱管闲事的人 我们只要掌握住三个重点 首先感谢对方的关心 在传达自己的想法 最后露出为难的神情 表现出希望对方不要在越界的态度 透过这三个步骤来拒绝 就不会太失礼 不管在职场上或设谈中 爱讲八卦的人随处可见 遇到这种人 作者告诉我们 不用想不附和就会被说坏话 遇到这种人处理的方式 就是给出完全相反的反应 让对方的期待入空 当同事兴冲冲的来说八卦时 我们要表现出没有兴趣 并回去 是哦 对方可以自讨没趣 被纠缠的几率就会大幅降低 在职场上 同事们会互相诉苦 说烦恼 或是商讨事情的时候 作者告诉我们 这时候我们不用想着 必须要好好安慰或鼓励对方 作者说 我们只要认真静静的倾听 对方内心抒发了 就会感觉好多了 不必逼迫自己 一定要给好的建议 如果在公司内 遇到那种很冷淡的同事 总是会产生一种 被排挤在外的感觉 那种感觉真的也很不好受 那请Monica快点跟我们说说 遇到这种事 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不要刻意打入职场小圈圈 一旦我们刻意想进入的时候 这样的想法 只会让我们陷入 讨好别人的内耗情绪中 跟那些淡淡气氛的同事 相处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是 直接叫出对方的名字 然后打个招呼 例如艾瑞克早安 接着就不用多说其他的话 这样就够了 如此一来 我们既可以保持跟他的互动 又可以保持自己的范畴 如果对方没有回应你的招呼 不用担心 这是正常现象 只要自己保持彬彬有礼就好了 至于对方的礼貌是好是坏 那就由他自己来决定 当版的 如果同事们经常聚会 而且很热情 但是你又不想要每一次都参加 可以订定一些参加的规则 例如每三次的邀约才答应一次 或者是只参加隔天有放假的聚会 拒绝对方的时候 别忘了说明原因 并且感谢对方的邀请 下一张节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在职场环境适应上 放下哪些想法 才能解放你的压力锅 我们就下一张节见咯 拜拜 现在我们来谈谈 像是在家上班 或者是一直在公司外面 跑客户的业务人员 这种不是固定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场环境 要怎么适应 有些公司担心大家在公司外面 工作会偷懒 会要求主管不定时的call out查勤 或者是要求员工要定时的回报 工作进度等等 搞得大家心很累 请Enry跟我们分享 面对这种不被公司信任的情境 作者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作者告诉大家 居家上班的时候 不用想着必须让主管随时联络到我 对于这点 我非常有感 之前疫情 我在家上班时 某次主管临时要我与同事上班连线电话讨论 我因为上洗手间没有及时上线 是在一半才加入讨论 就被主管说 跑去哪里啦 虽然做了说明 但还是会担心被当成在偷懒 因此后来我连上厕所也都带着手机 可提到 原本肉接电话就是很普通的事情 我们平常在公司也会有和其他人讨论事情 或是刚好在洗手间而没有接到电话的情况 当我们主动回电一开始 只要好好的解释说明刚没接到电话的原因 就可以杜绝被对方挑剔或找麻烦的机会 这也是保护自己的关键 作者也提到 当人工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工作表现会变得非常差 如果一家公司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将过多的精力放在确保员工会不会偷懒 而不是关心工作的最终成果 缺乏弹性和同心 不会因当下环境状况变通的公司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 若遇到这样子的公司或主管 作者建议可以调换部门 或者在发现情况不对时 我们就赶快逃离魔掌 没有必要为了这样的公司耗省自己的心神 当然有受不了主管紧迫定人的员工 也有劳心劳省的主管 在上班时 主管分配工作看不到部署的表情 很难判断这样的工作量 会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 也无法轻易察觉到部署的情绪变化 心理健康状况 作者推荐了一个方法 就是安排和部署一对一的聊天时间 时间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 重点是不要用联络公司之后的零碎时间 而是要特别找一个时间 有了这段时间 主管可以更容易察觉到 之前忙着讨论工作时 没注意到的小细节 也可以仔细留意部署的表情模样 部署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发出求救讯号 好好的跟主管说明烦恼和讨论解决 有些人很喜欢在家上班 但是在家上班有优点也有缺点 例如可以省下交通时间 但是生活节奏也很容易被打乱 现在新冠病毒已经减弱了 大家也都恢复正常了 我想请Monica跟我们分享 如果有人之后又必须在家上班时 大家可以怎么调试适应呢 我们常常面对着荧幕而不是真实的人 这时候的表情难免会变得呆呆的 让远方的人误以为我们心情不好 可是我们只要调高说话的音调 灯光明亮而且加上微笑 这样子就可以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明朗的形象 如果在荧幕前能够配合情绪 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 彼此之间的沟通就会更流畅了 而且长时间与外界隔离 容易产生一些孤独感 打开视讯镜头就非常的重要 毕竟我们人类只要能够看到 活生生的脸孔 就可以淡化孤独感 多在社群软体上互动 或者是到咖啡厅工作 感受人群氛围 先去了解是哪一个环节 让我们感到孤独 接着我们就改善它 其实这样就够了 整天在家里不出门 生活作息容易混乱 也不用强求一定要早睡 但是固定起床的时间很重要 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 就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工作的效率跟心情 一旦没有干净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想着 我要有干净才行 这时候你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力工作 慢慢的就会产生干净 订定工作截止期限 也可以激励自己的精神 穿着上班服在家工作 也有助于保持一种工作的氛围 最后 如果我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 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犒赏 这样子也可以激励精神 小小的犒赏很简单 像是喝一杯果汁 或者是吃一份点心 就够了 有些上班族的情绪会受到一种 看不到的氛围影响 这是一种环境压力 不是来自于地点的改变 而是来自于固有的办公室的潜规则 像是不能比主管早下班 或者是不能擅自提出新的建议等等 这里要请Aren跟我们分享 要如何去调整心态 或是做出行动改变呢 大家应该有遇过 或听过周围的朋友说 有些老板对准时下班人的想法 就是他们的工作量太少 大家都还在工作 他们竟然可以准时下班 这时老板就很常在下班前10分钟 又交班其他事情 或认为这是为不认真的员工 考核分数因此受影响 我公司就有同事为了接小孩 几乎每天准时下班 被昵称为一分小姐 6.01分准时打卡下班 遇到这样子的老板 大家明明已经完成了首边的工作 但就是不敢回家 作者在书中提到 我们不用想先回家会被批评不认真 他建议可以替自己设定 每周一到两天的不加班日 让周围的同事主管都习惯自己这几天不加班 因为事先告知了 就能轻松的直接离开 要是有时候大家真的还在忙 但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也可以在回家前先问一声 有没有要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然后再离开 公司是一个小型社会 所有的政策环境设备等资源 不可能满足所有员工的需要 当我们有想要提出建议或提案时 作者要我们不用想 这样子请求会不会很自私 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先从提案的方式着手 不是单方面表明自己的主张 而是说明这样做对公司有好处 或许可以试试看的方式向公司提出建议 当然我们的建议公司不一定会采纳 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被驳回的心理准备 我们不需要抱着不是零就是一百 的这种极端想法 而是要观察对方的反应 一边调整 一边找到彼此的平衡点 下一章节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关于工作方式 职场上不需要花心力去顾虑 去烦恼的事情有哪些 我们就下一章节见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种 会想太多顾虑太多的人 该怎么办 其实在职场中导致我们想太多的 大魔王就是自己的心魔 一起来看看哪些工作障碍 是我们想太多造成的 第一类心魔就是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因为事情没有做好 而造成别人困扰的这种想法 当这种念头浮上心头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进入负面的情绪回圈 让事情往糟糕的方向前进 这里邀请Monica跟我们分享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转念思考呢 作者告诉我们 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其实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每一个人心中的完美标准都不一样 那我们每个人对于同一件事 给予评分分数的高低一定会有落差 事实上呢 我们只要达到内心要求的60分就足够了 还有也不用怕自己请假呢 会给同事添麻烦 会有这种顾虑的人 是因为他被罪恶感给困住了 人是互相的 互相依赖 互相协助 是我们人类生活中必须的一环 接受别人的帮忙 千万不要有罪恶感 有些人会担心 否定同事的意见 会伤害同事的内心 而不敢说出真心话 于是就压抑自己的精神跟心情 出现了情绪内耗 输出这一类的真心话 需要一些练习 慢慢的我们就可以真诚的说出 否定对方意见的话 相反的 在社群媒体上遇到有人的意见 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种负面情绪 我们都可以直接这样做 直接封锁他 千万不要去接收他的否定意见 来让自己伤痕累累 作者告诉我们 直接封锁他就对了 作者超级推荐封锁对方这一招 而且直白的说 当你多封锁几个人以后 你就会觉得 封锁这些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啊 另外如果是因为做错事情而心情不好 只要沮丧的时候 那个期限没有超过两个星期 这种都是正常的现象 沮丧时间如果超过两个礼拜 那就必须去找 心理智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聊聊 对我们会有帮助的 另外有一些人会自责自己的工作进度落后 或者是做事情老是三分钟热度 作者建议我们这时候要立刻停止自责 因为自责无济于事 应该是立刻重新设定目标 拟定新计划 重新来一遍就好了 假设今天的情绪真的很低落 那就先放下吧 先去做做别的事情 明天再来做这一件事 如果是因为不小心而犯了一些错误 感到懊恼 这一种精神内耗其实也是无济于事 这时候我们应该先想一想 以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安排 才不会不小心又犯错了 如果是因为工作习惯不同 而被对方责怪的时候 也是千万不要懊恼哦 而是要先想一想以后要怎么安排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类的心魔 来自于找不到工作热情的想法 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 成果却总是不如预期 工作中找不到成就感 这里就请Aryn跟我们分享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转念呢 作者提到现实生活中只有少数的人 真的能从工作中得到成就感 要大家不用执着于工作的成就感 而是在生活中去挑战所有想做的事 例如晚上七点有不想看的电影 偏偏工作做不完 如果这时候我们能够克服万囊 完成工作赶上在晚上七点看到电影 这一定会很有成就感吧 作者认为这就是很棒的结果 早期的家庭主妇 大家就认为他们没有工作贡献 但是就是有这些妈妈们 默默地在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 先生才能在外冲锋陷阵 这世上的工作有些很容易被看见成果 也有些是默默隐于人后 作者提到若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贡献 推荐可以用简单的两步骤来写日记 提升自己的自我贡献感 第一步就是回想在当天碰到人 有没有哪一个是让自己印象深刻的呢 第二步 那个人因为碰到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以对方的角度来写日记 作者提到了一个例子 假使我今天补充了影印纸 让同事得到了感谢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子写 今天我急着出去开会 偏偏影印纸没了 我正急着手忙脚乱的时候呢 同事A过来帮我补充了影印纸 多亏了他我终于来得及印出企划书 与客户会面也没有迟到 成功地提出了企划 这个日记的重点是不用自己的角度 而是用对方的角度来填写 用对方的角度就能发现原来 自己对别人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提高自我贡献感 最后作者提醒大家 有些人会拼命收集微小的自我贡献感 例如从不拒绝其他人的各种要求 对别人的请求产生了依存的心灵 到头来有可能会亏待自己 这是不健康的 我们要培养的是健康的自我贡献感 为此我们必须要培养第58页 不用想必须笑脸迎人 这一则章节所提到的心态 也就是重视自己的心情情绪 还有作者也提到 大家不用想一定要喜欢这一份工作 如果这一份工作你还能继续做下去 就表示你适合这一份工作 有了这种感觉就足够了 不用逼自己一定要喜欢这一份工作 另外作者也提到了 不用想凡事都要使尽全力 在第206页到207页 作者将努力的方式分成了六种类型 欢迎大家来看书 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要先考虑下努力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你已经足够努力了 甚至是努力过的头 我们要藉由这种方式 让自己学会渐渐放松 第三类心魔来自于比较心 看见别人很努力 很优秀的时候 会担心自己被落下 寻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又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不敢勇往直前 这里要请Monica跟我们分享 当这种比较的念头浮起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思考呢 不同类型的人 就要用不同的转念 这几年很流行一个专有名词 FOMO 恐惧错失 意思是害怕错失良机 害怕跟不上主流的脚步 我认为在节奏快速的社会中 人会FOMO都是正常的 因为看到大家都拼命地往前面跑 我不跑的话 肯定会产生一种想法 如果大家都拼命地往前跑 一定是大家都知道 而我不知道的原因 其实就算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要往前跑 但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想 我还是跟着往前跑 会比较安心一点 作者以精神科医师的身份 建议我们不要去勉强自己做 跟自己性格不符的事情 每一天我们都在变化 今天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经验 累积值最高的一天 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不要用投资自己的名义 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兴趣的事物上 相反的 有一群人可能是因为有梦想 但是怕被人家笑 怕被别人指指点点 怕被说不切实际 而不敢行动 作者拿自己当例子 他为了扭转大家对 精神科医师的刻板印象 刻意其装异服 当然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 也迎来了一群同业 或者是社会人士 看他不顺眼 而批评他 因为作者常常要面对 这一种类型的批评 同时他也知道 自己已经让大家开始认识精神科医师 这一个工作 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力 他觉得自己对这种 世俗印象的挑战 很值得 职场上还有一群人 就算是没有经历过 2000年的网路泡沫化 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 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上班族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种 哎我的全途好像一片茫茫然呢 那种焦虑感 或者是自己有一点没有办法跟上 数位科技产品的落后感 作者告诉我们 未来不可知 那就继续不知道就好啦 毕竟我们要先度过今天 明天才会来啊 所以只要管好今天就可以了 专注今天专注当下 我对于专注今天专注当下 我的体会很深 请大家务必来翻翻这本书 照作者的说法去做做看 另外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我们也会产生很大的内在压力 例如开会的时候 突然被要求站起来发言 或者是突然被要求 你应该现在马上下决定 可是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或者是想法还很混乱 这该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呢 在表现不佳以后呢 还会对刚刚的那种不好表现 再自我鞭策 检讨一番 作者教我们的几个小技巧 我也常常在课堂上建议学员们 那就是先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还有发言之前先写下想法 这样子就可以更有逻辑的表达意见了 前面我们谈了很多工作中 有哪些是不需要花心力去顾虑 去烦恼也可以的事情 也学到了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那这里呢 作者提醒我们 锻炼自己内心的力量 不要被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情 被自己的担心打败更重要 书中作者介绍了七种调节身心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我们先请Aren跟我们分享 书中的前四种方法 好 第一种方法 就是运用意识扫描 检视自己的身体状况 作者希望大家养成 对身体的变化 保持敏感的习惯 一个人不适的状况 通常会先显示在身体上 之后才会反映在内心 所以只要注意身体的变化 就能在内心感受到影响之前 做好处理 高度紧张时 会听不到身体的求救 有意识的扫描 可以提早发现自己的异状 就可以赶快采取对策 扫描的方式 欢迎大家来翻书 第212页到214页 第二种方式是泡澡保养法 这是最佳的身心修复 泡澡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提高深层体温 并促进血液循环 细胞有了更多的氧气和营养 同时排出老旧的废物 整个人就会神经气爽 泡澡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能让副胶感神经更活跃 前面有提过 副胶感神经是自律神经的一种 仍使身心处于放松的模式 要用什么方式泡澡 如何让泡澡效果极大化 欢迎大家来翻书第220页到223页 第三种方式就是确认内心的状态 接纳当下的感觉 方法很简单 只要在一天结束时 进行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询问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第二个步骤 替当下的心情贴上适合的标签 第三个步骤 坦率地接受当下的心情 当有负面情绪时 我们必须要掌握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用温暖的给予包容 第二个要素是明白大家都是一样的 第三个要素是肯定自己的努力 对于步骤进行的方式 和接纳负面情绪三关键的要素细节 欢迎大家来翻书第225页到229页 第四种方式就是想象重要的人 正在鼓励着自己 这个重要的人可以是自己的伴侣 已经过世的奶奶 之前的老师 神明 喜欢的艺人 甚至是宠物等等 重点是这个人的鼓励 会让自己感到非常的开心 想象着这个对象正在和自己对话 对话最后一句 一定是要正面的话 不管说什么都可以 只要用自己喜欢的正面话语做结束 结尾的正面话语 就是对未来的期许和声援 不让让人有勇气面对负面情绪 也更能对未来产生安心感 对话方式的细节 欢迎大家来翻书第231页到232页 接下来请Monica分享最后的三种方法 来Monica请 第一种方法是正面 也就是直接面对当下的自己 意思是不去思考过去 也不去揣测未来 把焦点放在当下 接受目前眼前的一切 专注一阵子之后呢 就可以让内心保持平静 深呼吸可以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 这是一种幸福荷尔蒙跟精神安定剂 可以运用426呼吸法 来收敛我们纷乱的念头 现在就为大家来说明呼吸法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躺下 把意识集中在呼吸上 保持一分钟的专注 再来呢 花4秒钟用鼻子慢慢的吸气 吸饱以后停止2秒 再用6秒钟 用嘴巴慢慢的把这一口气吐光 好就吸2-3-4憋住 吐2-3-4-5-6 保持鼻息嘴吐 这样子进行10分钟 除了静态的深呼吸 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动态的正面剑走 这时候呢 就开始走路咯 把你的眼耳鼻舌身 集中注意力在吹过我们脸颊的风 跟踏在大地上的鞋底 迈步向前走 这样子就好咯 而且你在走的时候 不要有特定的目的地 必须是为了走路而走路 不要想说哎呀我上班时候 我来顺便见走一下 就会变成是分心了 不容易聚焦在我们的正面上 另外你如果专注在于旁边 吵杂的声音或者是美丽的景色 也会扰乱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专注在风跟鞋底 你可以先暂停一下 整理好你自己之后再重新出发 每天大概见走个15分钟左右 就够咯 最后可以在每天的结尾 写下四行日记 只要四行就够了 不要写四段话 前三行分别写下今天的三件好事 一定要写出三件 多一件少一件都不可以 这是为了要避免我们每一天的 好事数量会产生落差 写日记的目的是要养成 肯定自己的习惯 所以第四行写下 对明天的希望和期许 每天在日记上只写下 正面跟乐观的意见 我个人补充一个方法 因为我自己在实际运用后 效果很好 就是要设定屏蔽 或者是封锁所有 会让你产生负面情绪的那些网路人士 因为现在社群软体的演算法 会把仇恨值比较高的讯息 用力的推播出去 毕竟这样子呢 就可以引发大家在社群软体上 更加热切的一种发言跟讨论 我们停留在社群软体上的时间 就会更长 那么社群软体 它的KPI就达标啦 因此我们要主动的去封锁 这一类型的网路资料 这样子就可以慢慢减少 充满负面情绪的同温层了 来问问两位 有试过书中所说的方法吗 对你们来说 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 来我们先请Monica跟我们分享 书中没有提到的部分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我分享三点 第一点 作者在序言里面的这几句话 一瞬间就打中了我的心 它的大底意思是 琐碎而微小的刺激 很意外的非常耗费我们的心力 非常的恼人 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2019年10月左右 我想要买一台新的电脑 于是我就问了一个 在电脑制造大厂 担任工程师的亲戚 他听完我的需求以后 就叫我直接买电竞用的电脑就对了 买了电竞电脑跟荧幕以后 我发现这台电竞电脑比我过去用的行政工作的电脑 还要多花一万五 虽然我一向都知道电脑的等级会强烈的影响我们工作效率跟心情 但是仍然不免开始有一点后悔 怀疑我真的有必要花这多一万五的钱来买一台电脑吗 后来全球陆续进入了新冠疫情的三级警戒 很多人因为电脑的设备跟不上网络的要求 纷纷要买新的设备或零件 这时候全球的相关电脑设备跟零件立刻变贵了非常的多 远距上班跟远距教学 让大家变得更加依赖网络 网络的频宽跟流量变成了影响工作效率的一项因素 这时候同一个工作任务 新的电竞电脑使用起来 就是比我以前行政用的旧电脑还要流畅 我不用坐在屏幕前面等电脑跑完一个作业之后 才能开始进行另一个作业 我顿时觉得哇 多花的这一万五太值得了 这时候如果不想要花钱换设备跟零件的人 他就必须要忍受工作效率不佳 还有时常卡卡的一种网络速度 如果每天都在面对这一类的情况 等于是勉强大脑不断的去适应各种不方便不顺利 一整天累积下来 就是很大量的情绪耗损精神耗损 所有小小的不方便 都是一个个的精神压力来源 所以职场中会不会把心力投注在需要反复关注的各种小事上 决定了我们会不会陷入精神内耗的困境中 第二点 书中提到了42个会带来情绪耗损的小小想法 这其中呢 就有很多其实是我过去常常会出现的想法 虽然某一些书中的对应之道 我还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做到 但这本书不仅让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特例 而且还让我知道有一些想法 确实是我太过启人忧天 我简直是没事找事情来让自己烦恼 这一类的想法我应该要直接抛弃才对 说真的 我应该要更加出神经一点才对 最后书中提到某一些断裂出强力建心理的方法 有一些是我过去偶尔就会用的方法 有一些是我还没有机会用的方法 我想不管听众呢 你是哪一种个性性格的人 你应该都可以从这一本书里面 挑到你喜欢的方法 把心力投注在需要专注的地方 拒绝精神内耗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这边也请Arene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 来Arene 在这一本书中作者提到 不用想必须笑脸赢人 对我来说最有感 以前不觉得讨厌也是一种需要重视的情绪 在职场上总觉得跟同事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 不想撕破脸 面对讨厌的同事在查随间遇到 也是会勉强自己随意哈拉两句 避免尴尬 勉强自己与讨厌的人社交结果 对方也没有更进一步的主动靠近 给予正面的回应 一样是这么急车 最后我累了 不想再演戏 就让彼此的关系维持在公司公办 不需要有私交 或我会对这样的关系有着怀疑 不确定这样子真的好吗的想法 读到了这篇让我释怀了 我可以不必刻意的微笑 想对谁笑就对谁笑 我可以完全自己做选择 不用在意他人的想法 这是让我最有感的一篇 上班时别演太多内心戏 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 也希望大家在这本书中 在你找到共鸣的同时 也能发掘最适合自己问题的解决方式 用健康的身心乐在工作 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下一本书再见咯 拜拜 现在你可以立刻去看看 我们以前的说书影片